做梦吧 晶晶 请 吃饭 喂 老板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知道 我知道 老板 不是 不是 你听我解释 不对 你给我听 哭哭哭哭 没事吧 怎么没事了 再哭没看到啊 一个伤心的女孩 蹲在我的店门口哭泣 多影响我做生意啊 没有什么烦恼 是一对饭解释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两对 这是我的店 第一天开业 我亲你啊 做面啊 要抢就活 我给你们看 我一会儿 你呢 我有点 要我这个 是 有点 我恋爱了 只不过她暂时还在梦中 趁热吃 灭药坨了 要不还是先聊聊吧 可以先喝口汤 没想到还是不行 大哥 你别 你 继续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曾经是一名崭露头角的超级信 超级信心出世 再一次事故之后 我彻底失去了委屈 我想问一下 你这个视觉是不是也一起失去了 在这次事故之后 我整个人瘦了三百多星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恭喜 恭喜 这家餐厅 是我重新做人的机会 我以为我已经准备 我以为已经准备好了 没想到我还是没有准备好 妈妈 问一下是什么事故了 车祸 他们把你舌头割掉了 他们 把我蓝尾割了 把我蓝尾割了 串儿 不说了 别的费劲了 没有用的 不说了 别的费劲了 弄什么东西啊 不要费心思啊 你别人 你还说你没有人 我说了我没有味觉 可是我有嗅觉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啊 就是吧 当你打开那罐飞鱼罐头的时候 我终于意识到 我是不是不应该再想那些 本来不属于我的东西了 没关系啊 不就是从头再来吧 年轻者 日子苦点就苦点了 是吗 但是从头再来 是不可能从头再来的 我有个双胞胎的哥哥呀 开了几百家火锅店 我可以向他 拿两百家 凑合过日子吧 有点东西啊 你知不知道从现在开始 我再也看不到 那些顾客品尝 我做得一道道美食了 我就是一个 有钱的废人 你说气不气 静静 再见 再见了 我的梦想 走啦 当有钱人去了 谁觉得人 Minnie 就是窄霄书 梦想你 shirts patron 那邓梦来夢媚 你这个就感觉 出这儿东西 你回来 这眼睛做这么大 像陈鹤吗 做梦吧 晶晶